今天就跟大家在房間說說為什麼會來這裡滑雪 因為今天太大雪了,所以我沒有去滑雪,我沒有去滑雪 今天就跟大家在房間說說為什麼會來這裡滑雪 我們這次打算去日本,誰知有武漢肺炎,所以沒有去日本 臨急臨忙就選了去法國滑雪 為什麼我會選購物呢?因為我們很問,一個星期之前 平時歐洲的滑雪團都已經敷了 我們選這個因為這個度假村一個價錢就已經包了 有酒店房,雪場的票,最重要是 它包了三餐飲食,早午晚餐,還有酒水喝喝 最吸引我的就是這裡的三餐飲食,很浮誇 我覺得它每七天會轉一次,每一餐是有重複的 午餐和晚餐,每一餐都有點不同 而且它是一點都不適合的,是有擺盤 我們昨晚還不吃山蠻誇張 然後那些甜品全部都很好吃 早餐就是每天一樣的 每一天的時間就是起床吃早餐滑雪 然後再下來吃午餐,再滑雪滑完雪 然後再回去洗澡,整理一下,再吃晚餐 晚上吃完晚餐,你可以去樓下有些Live Band或者Club 然後你就可以隨便喝酒 由早餐吃到晚可以給你 是不會肚餓的,我們還很傻 拿了 拿了兩個杯麵來做什麼事 完全吃不到 我們這次的雪場就是在阿爾卑先生 因為阿爾卑先生很大 除了這個雪場之外,其實附近也有很多雪場 這個大雪場是這個名字 我不懂得讀 裡面有三個雪場組合而成的 我們這次就是這個雪場 給大家看一下,這裡是多大 這個就是我們這次會畫的雪場 有分的,藍色線,紅色線,黑色線 我可以玩到藍色線 但紅色線和黑色線我就不敢玩了 價錢來說,又不算是很貴的 可以接受 我選了一個比較便宜的滑雪場 看到房間也很明顯是沒有那麼新,很漂亮 貴的當然是新一點 如果你預算沒有那麼多便宜 房間可能沒有那麼新 舊一點 但也是這樣的 如果這個雪場是專門的滑雪 都沒什麼所謂 我們來,加錢包車的 我們就去了這個地方 兩個人要加二千多元 就有專車接送 我男朋友就有板 他就自己帶 我沒買板 我直接在這裡租板 7天就是一千多元 我們這次這個包裝 兩個人是三萬二元 一個人是萬六元 平均來說是二千元一天 其實二千元一天 包了雪票、住宿和三餐又不吃 我覺得不算太貴 今天是最後一天 我已經頂不住了 我好像沒有畫過 我好像沒有畫過 沒有畫過? 我不可以 不想走 好像是對的 我整身都是自我的 我好像用精神力量畫的 我肉體已經去到 已經沒有了 已經累到沒有了 但我精神力量 看我前進去 行了行了行了 BYE 今天是這裡的最後的晚餐 竟然被我們期盼到 有麥克蘭的出現 還有這個蝦飯的樣子 超好吃的 開餐 最後一天了 這次呢 就帶了一個新行李 來介紹給大家 之前都想換行李 一直都還沒換 這個粉紅色的小行李 超美的 最特別的是 平時的行李是在這裡開的 這條拉鍊就不是 是在這裡開的 平時這個位置 就可以這樣打開 方便 在機場拿些東西出來 這裡可以放電腦 因為這個是相機行李 就是SARS 這裡就是打開放東西 那中間剛才說的那條拉鍊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擴闊的 那總結來說呢 它這個行李 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不像普通傳統行李 是在中間打開 是這個揭蓋式的 那平時就 那些酒店房子很小 就不用這樣 還要這樣打橫打開 那沒有位置放 那這個揭蓋呢 就可以 這樣打開 放了東西進去 超方便 另外還有這個 紅色大的 都是 揭蓋式 好嫩啊 裡面的東西 就這樣 丟掉所有東西進去 就 蓋上蓋子 搞定 把它說出來 抓到這個 快點 漂亮 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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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